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o 這次加入一家團員飾演的角色 叫做方自在 現在約我不要去練武士 要約我去宮廟 知道的 去練武士打 他很多挑戰 第一個他30歲就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對 因為等於是差一輪 我現在42 快43了 所以30歲他也跟我一樣 數喉 數羊 這個左右 那第二個呢 因為他本身是太子爺宮廟的一個機身 那我最近也一直不斷的上網 大量Google很多資訊 機身到底應該會是什麼樣的表現方式 我不騙你 我看了10個影片有11種機身 其實每個機身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會找出一個最適合我的方式 然後到時候可以呈現給大家看看 也希望大家給我批評指教 最後一部戲在3D拍攝是 微笑Pasta 就是阿澤學長 那如果那是2006、07的話 表示15年後又回到3D拍戲 因為已經老了15歲嘛 那只希望工作人員能夠 因為我已經不是小鮮肉了 還是可以多疼愛我一點 因為剛回來會有點緊張啦 然後大家多給我一點協助 讓我能夠用最快的方式融入 然後進入備戰狀況這樣 這是之前第一部在3D的戲 《紫禁之巔》 是不是跟你現在的角色 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我覺得就是圓了我一個夢 因為當初《紫禁之巔》就是在講 最流行的舞蹈 跟最傳統的宮廟文化 那時候我是以舞者的身分嘛 帶領大家去巴比倫神殿 對 練武士 那這一次我可以到宮廟這邊 感受到當初沒有感受到的感覺 那你現在還記得那個舞蹈嗎 那你記得那個舞蹈嗎 記得了啦 15年前呢 重現 舞蹈 我跟你講我現在真的跳不出來 那個時候你知道正直青春期 那個才23歲吧 你知道的啊 去練舞士的 該做什麼才能打電話 中間在你 中下的夠不夠重 中下的天假不留 是別人還是朋友 我與變色 現在約我不要去練舞士了 要約我去宮廟 因為那是宮廟練舞 對對對 因為你是宮廟練舞 我 我都42 43歲了 還要我跳舞就對了 對 好 如果觀眾想看我盡力而為 去觀眾敲碗敲碗 敲碗 我才剛來 怎麼會有觀眾敲碗 你不要騙我 昨天消息一出來 真的嗎 對 我是希望 有準備之後 在某個戲裡面 或是節目裡面 好好表現 現在約我不要去練舞士 要約我去宮廟